觀眾朋友你好 今天是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號 七十一年前那場二二八事件 到現在為止我們在今年至少在處理黨產 在處理覆水組織 以及在處理所謂的去威權化 也有了一些進度 儘管有些人不是那麼的同意 可是在二二八發生七十一年之後的今天 我們該如何去思考 究竟七十一年前那場悲劇 為什麼會發生在七十一年之後 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理解 去紀念去避免這樣子的悲劇再度發生 今天在二二八發生七十一年之後 我們再度來討論二二八 究竟什麼叫做轉型正義 這幾年處理了很多蔣介石的銅像 處理了很多包括國民黨的不當黨產 也處理了像是複聯會國民黨的這些覆水組織 可是什麼是轉型正義 台灣到底還有什麼沒有做到 二二八的未進之夜到底是什麼 今天再來好好討論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對德國的轉型正義非常的熟悉 同時他現在是臺大歷史系的教授 花一芬 華老師你好 信聰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二二八基金會的董事長 對臺灣歷史非常熟悉的 薛化元 薛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的研究員 廖福特廖老師 信聰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來看看二二八 每一年都會有一些新的史料出現 那今年當然也有一些新的史料 另外呢有一些之前的受難者二二八基金會呢 也找到了新增了一千多名的這個受難名單 我們來看看在經過七十一年之後 我們又發現了什麼樣的歷史證據 二二八事件屆滿七十一週年 國使館去年公開行政長官陳怡 向蔣介石請兵的電文後 今年則將散落海外的機密檔案翻譯成冊 內容包括二二八事件前 民眾已經佈滿接管的國民黨政府 以及事件後 台灣人曾經三度連署請願 希望台灣接受美國托管 美在台領事館則建議美方 說服蔣中正以具文人身分的政治知識 解替成疑 二二八這麼複雜的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 除了用中文的檔案材料之外 把國外的這一些相關的檔案給找出來 而且把它翻譯給一般的國人可以理解 二二八爆發至今雖然超過七十年 卻因真相未明是受難者遺族難言的傷痛 為了推動轉型正義 去年底通過的促轉條例中 就明定要開放政治檔案 平復司法不法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表示 清查檔案及比對賠償名策後 再新增進簽名的受難者名單 未來會繼續還原迫害過程 並釐清加害者責任 今年政府將二二八事件的賠償申請期限延長四年 讓陸續被清查出來的受難者及家屬 有機會完成申請 平反自身及親屬的名譽 蕭老師還是先請教你 今年又新增了將近一千名的受難名單 為什麼 為什麼是今年新增呢 之前都沒發現 不是 應該這樣說啦 二二八基金會在成立以來 我們總共賠償了 補償了兩千三百多個案例 那因為淡江大學的許慶雄教授 他來陳情說他父親可能也是二二八的受難者 那基金會就趕快清查我們內部的檔案 清查之後發現可能是沒有來申請的人 大概近千人左右 那另外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跟二二八基金會合作出版的這個保密局的機密檔案 這是中央研究所推動的 那他們對提供的名單 對比之後呢 也將近一千名 所以將起來是說一千多名 近兩千名的新的可能的受害者 還沒有來申請 沒有來申請是因為不知道或是沒有後代 應該很多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還會有更多更多 也許在明年後年 我想在檔案局的協助之下 我們在清查相關檔案可能會發現更多 譬如說我在上個星期 去警政機關 那麼負責去查閱相關的政治檔案 那麼也發現了相關的名冊 可是那名稱名冊不會叫做二二八什麼什麼啦 是 他有些代碼 可是剛好他們也協助提供我們翻就翻到 那這以後我想都要進一步再清查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我第一年當記者大概是十七八年前 那時候我就去採訪您 就在談二二八那時候 那十七八年來 其實很多很多歷史學者 都一直在跟我們說 很多檔案根本沒辦法掌握 你也許知道在哪裡 可是調不到 更多更多的檔案呢 是你完全不知道在哪裡 我們已經經過兩次政黨輪替了 民進黨第二度執政 目前整個不管是二二八基金會 或是學術界 對於二二八那段歷史的檔案 掌握程度還是這麼的不足嗎 應該這樣說 實際上是有改變的 在促轉條例通過以後 我覺得相關的單位 有努力要配合做一些檔案的整理的清查工作 可是問題不在於 他不讓你知道 是因為那個檔案的名稱 看起來也不一定像 像二二八 所以你當然必須要看 才知道他是 而且更重要的是 檔管人員的年紀 可能都比我還要輕 他對的歷史也不一定像 我們這一代已經不一定清楚 他重此知道二二八事件 他還不一定能夠掌握這些事情 是 那第二個是因為 我們過去實際上已經有 關於這個國家政治 這個我們說機密檔案 國家機密檔案法的這個相關的規定 比如說三十年之後 要立法案延長才可以處理 可是另外我們另外一些行政規定 比如說檔案文書的管理 等等這些辦法 實際上跟這個法律規定是不一樣的 就像我想信聰跟很多朋友都知道 直到今天為止我們都還不知道 微條課槓現在已經早就走入歷史了 可是請問通過微條課槓的時候 票是幾票 這可恐怕還沒有人知道吧 那這些相關的規定 有一些規範 那需要做全盤新的了解 不過我們來看看 在今年確實還是有一些新的資訊出來 那有些資訊可能需要再更多方的一些討論 我們來看看 國使館呢 在之前出了一本新書 叫做解密國際檔案的228事件 海外的檔案選譯 換句話說可能是英文 可能是其他語言的 把它翻譯成中文之後發現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號 228才發生幾天之後 臺灣呢就有三個團體呢 分別向美國發了三份的請願書 什麼意思呢 什麼內容呢 希望美國可以對蔣介石施壓說 不要派兵來鎮壓 那是什麼意思呢 三月五號的時候 臺灣人就知道 蔣介石要派兵來 所以拜託趕快 美國能不能有一點壓力給蔣介石 那個時候的氣氛就已經是這樣 從這一份議文我們就知道說 七十一年前的臺灣人呢 在三月五號 他們的感受到的氣氛是什麼 再來呢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號 比三月五號更早兩天 美國的臺北領事布雷克就說呢 至少呢 他們有發現一個巡邏人員 也許是軍 也許是警 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叫巡邏人員 使用達姆彈 達姆彈就是一個小小洞進去 一個大大的窟窿出來的那種打姆彈 所以有確鑿的證據 不過我必須強調 在這幾天也有不同的意見說 那時候國軍根本沒能力製造 打姆彈啊 那時候的國軍拿著槍 根本裝不下打姆彈 所以我說這部分 需要更多更多的證據討論 可是呢 重點是在之後 美國領事呢 他發的電文講得很清楚 三月三號之前呢 臺灣人是沒有用武器攻擊外省人 用滾頭布 用腳斬 這有 但是沒有用武器 可是 是後面這一句 臺灣人正在武裝 如果說 國民政府 沒有信守承諾的話 臺灣全島會陷入無止境的衝突 果不其然會受到 美國領事館的副領事呢 他也建議說 蔣介石你要把陳儀換掉 換誰呢 用一個正職的文人 來把他代替掉 再來是剛剛談到 228基金會呢 清查了相關的檔案 比對了賠償的名測呢 增加了將近一千名的受難名單 那當然呢 在這兩天也是有一些回復名譽 像是謝依成 楊阿壽 劉旭成 梁阿彪 等等的這樣子一個動作 不過我再請教一下 那個華老師 七十一年之後 我們幾乎每一年都在談228 到底在七十一年之後 查真相 討黨產 追附水組織 把蔣介石的銅像移掉之外 究竟七十一年後 我們用什麼態度 在面對惡法 我想對我們來講 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我想是教育啦 就是說因為我們如果說 現在促轉條例也通過了 我們真正讓整個轉型正義 要全面上路 我們應該要追求一個 真的有根的轉型正義 所以一個有根的轉型正義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透過好的教育 讓我們世世代代的台灣人 都能夠在好的教育的啟發下面 真正瞭解轉型正義 他所要去處理的這個過去歷史 大規模人權受到傷害的 那樣的一個過往 為什麼我們要 要來做這個轉型正義 所以我想其實教育還是最重要 透過教育然後去看我們過去的歷史 然後在這個地方把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國家人權的價值 把它樹立起來 我想這還是最重要 可是我們至少在國高中 也都會談到二二八 相較起我念高中 只有一行兩行字 現在其實包括課綱 包括其他的這些教科書 都有談到二二八 是可是其實我們是不夠的 我想就是說 我曾經在幾個演講的場合 其實也跟大家介紹過 德國的教科書 德國的課綱是怎麼介紹轉型正義的 那我想我大概簡略的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通常德國的教科書 在討論這一個關於轉型正義的議題的時候 那他們會討論什麼什麼樣的一些議題 第一個很重要的是民主政治 為什麼會被扭曲成個人獨裁 因為其實我們所謂轉型正義 他其實最重要是一個體制的轉換 那所以我們其實要回過頭去問說 為什麼過去那個體制 其實會變成個人的獨裁 那所以其實就要更回過去問說 原來 例如說以德國的例子 是原來是有民主政治 但是為什麼這個民主政治被毀掉 然後被扭曲成個人的獨裁 這個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只有我們真的好好的了解這個過程 是我們才能避免以後重蹈覆轍 所以這個這個一定是要談 第二個其實很重要的是 一定要談加害體制 我們台灣在談轉型正義 這個部分也常常被忽略掉 德國他們會去談 加害體制是怎麼被建構起來的 也會談加害體制是怎麼被鞏固起來的 因為其實既然是轉型正義 就是我們要把重點放在過去 那一個威權的體制 他是怎麼造成的 所以加害體制的討論是很重要 而這個部分在台灣過去的 台灣史的教育裡面 在關於二二八 在關於白色恐怖 這個部分是從來沒有被被談過的 我們變成是會去focus在個人上面 當然個人是有責任 可是體制的討論是更重要 然後再來受害者的問題 受害者是怎麼被迫害的 好我們不是只是知道說 有少數的哪一些人 台灣的精英被就是被殺害 而是其實這個時候到底有哪些人是受害者 受害者的規模 然後他們是怎麼被迫害 這個是很重要 再來是共犯的問題 好共犯的問題其實也是不可不可小區的 那當然共犯的問題 他會牽涉到一個比較灰色地帶的 就是說因為有的時候他作為共犯 不純粹是他一開始就是加害者 有的時候是因為他被迫害到 他已經受不了了 或者是他被迫害到他真的是覺得 是他他的家人也會被嚴重的連累 這個時候可能會去參與一些 就是原來的受害者可能也會去參與 一些共犯的行為 所以其實共犯的問題是會去牽涉到 這一個轉型正義的深水區 這個灰色的地帶 然後再來要也要去討論 過去的那一個威權體制 對國家社會和對全世界造成了哪一些的影響 那怎麼樣子後來引發了後續的甚至於是淵淵相報 這些問題其實在德國他們都是討論 然後當然在這裡面也要討論公民不服從的問題 那最後當然也要去教導大家 怎麼樣子是一個好的面向轉型正義的歷史教育 所以我們光看像這樣子的這麼多的部分 德國常常有的時候是用一整個學期 就是在討論他們跟轉型正義相關的歷史 可是我們臺灣就是從以前可能是一行到後來也許是一小節 可是我們從來不是一整個篇章 好好的去討論這整個來龍去脈 所以臺灣的這個部分的教育是不足 而且是嚴重不足 我們一定要好好注意這個 我們可能是要要求學生去背說到底幾年幾月發生什麼事 原因是什麼然後到底是那個一些資訊的東西 但是背後的脈絡跟原因思考沒有 對沒有可是問題是轉型正義的教育 最重要是要去討論這個背後 因為他必須是透過去啟發學生去思考 然後讓他願意可以不斷地去探索這個東西 而不是說把轉型正義變成是幾個很簡單的答案 甚至於變成是很簡單的教條 然後要學生就是把它背出來 那個那樣的教育是不ok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教孩子嗎 雖然有一定的改善 但有基本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國中的歷史 當剩下一個禮拜一堂課 四十五分鐘的時候 我請問你 我想包山包海盡量都教 那我們能教什麼 OK 中史家課剛比以前改善 好不好 這真的是有改善 那這東西看起來張景好像多了一點 可是時速上 譬如說新的未來的一零七課剛 歷史 公民 地理 這人文學科的總時數又要縮小 那 這也要教哪也要教 請問他有多少時間可以教 這是一件事 第二個是我覺得跟教師的個性 或是過去歷史的經驗有關係 譬如說最近我們就收到 有人在臉書就發文 有一個老師 他在學校 利用寒假的時候 讓學生做二二八的學習單 結果那學習單被老師沒收 這個因為還來不及處理 因為剛發生 這樣的事情就證明說 大家對面對過去的歷史 有台灣的社會實際上有不同的看法 跟這種價值的取向 那需要大多討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現在肯定人的價值 跟住民的前提之下 來推動這個 可能會比較好 那老師 每次我們在談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出來 那當然這種意見也需要被討論 需要被關照 那個意見就是說 不要再停留在過去的傷痕了啦 扛嘴如果好了 就不要一直扛肩 扛肩 扛肩接下來就要好了 你再扛 扛嘴英文好不容易 不要再去挑動歷史的傷痕 然後讓我們繼續往前走 不要談那麼多政治意涵的東西 不要參與那麼多政治意涵的活動等等 七十一年之後 這種態度還是對的嗎 我覺得我們先釐清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種態度出現 那其實就是表示我們轉型爭議 並沒有做好 也就是在經過這麼多年以後 我們一直認為說 那這其實在二二八世界之後 甚至這個威權統治 這麼長時間裡面 我們根本不認為這裡面有錯誤 至少有一部分人是這麼認為 我相信這個跟花老師剛才所提到的 我們跟德國最大的差別 我認為在這邊 德國大概在二次大戰之後 不會有人認為說 納粹那個時期所做的事情 我們應該再來討論看看 他是不是有做錯任何事情 大概是沒有什麼爭議的嘛 他沒有爭議也才會有後面 剛才花老師說的 他們轉型爭議要討論這麼些內容 是 那你想想看 討論這些內容在台灣 如果放到台灣來的話 他會產生什麼樣的誤差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 並沒有完全釐清嘛 因此會有些人認為說 我們不要去討論他 或者甚至認為說沒有啊 可能蔣介石或是其他人 甚至蔣經國 他們各有貢獻啊 那因此你不能說這個事情 他可能就所有的事情都做錯了 所以這個才是我認為 轉型正義最重要 應該做的基礎 甚至去理清這個價值的判斷 那我再補充一下 二二八事件為什麼這個嚴重 就是我們剛才知道 德國為什麼要先講 那個民主政治何以被扭曲 同樣的在台灣 其實有類似的一個歷史背景嘛 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的當時如果說 還有中華民國憲法 這個制憲的時候 是他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號 本來是預計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二十五號 要行憲 而且我們知道二二八事件 是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二十八號 是 如果蔣介石有任何的情況之下的話 他本來應該是在這 利用這一年的緩衝時間裡面 應該是準備行憲 可是卻發生二二八事件 那很顯然這整個民主的基礎 是不存在的嘛 結果他其實本來是要有民主的開始的 民主的開始 可是卻發生二二八事件 那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民主裡面 其實是並沒有落實的嘛 這才是我們當時正很嚴重的一個 危難 危難的時候 那甚至後來有 動員開放的時期 有戒嚴時期 那整個是誰來創造這個制度 講句實話 誰能夠創造 難道不是蔣介石嗎 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基礎的釐清 為什麼我們會發生二二八 為什麼會有 我們現在所稱的威權導致 這個歷史的釐清 這個價值的判斷 這才是轉型正義 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礎 他釐清之後 自然而然 我們應該會有教科師 如何去教 他的脈絡會出現 然後我們怎麼去追尋檔案 來釐清他 這個脈絡我相信就會出現 那這個才是我認為 我們這個轉型正義 應該要釐清的 不過除了剛剛廖老師 談到說其實目前整體社會 對於是非對錯 其實並沒有那麼清楚的認知 這個原因之外 我自己認為 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說很多人認為說 七十一年前那件事情 絕絕絕對不可能再發生 前天我們才在談 習近平要修憲 取消他的任期限制 讓他無限期 可以當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人家人家戲稱說 這個皇帝要登基的 歷史不是永遠是線性 歷史可能是會循環發生 沒有任何人可以保證說 台灣如果沒有好好記取歷史 錯誤的話 未來不會有發生類似的悲劇 可是我們可能要特別要請教 花老師一點 這一年來我們也花了不少力氣 在處理不管是叫做不當黨產也好 叫做像是救國團 復聯會這附水組織也好 或者是說移除蔣介石 或者人家叫蔣公同向也好 究竟放到轉型正義來講 這該怎麼樣去理解 上次我們在談復聯會的時候 感覺好像 黨產處理委員會 好像只是要錢而已 人家如果說要捐出九成的資產 夫婦的就沒資金啊 怎麼會是這樣子 我們再來看看 現在不當黨產的處理進度 包括說國民黨的部分 在去年六月的時候 就認定說國民黨不當取得國有房屋 向國民黨追討八億多的這些資產 然後在一六年十一月的時候 中投跟新玉台 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那股權要移轉國有 不過這個還在行政訴訟當中 復聯會呢 在之前呢 復聯會撕破臉之後 推翻了雷倩的這個決議呢 所以黨產會直接認定 復聯會就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所有的財產禁止處分 接下來就要充公 不過這也在行政法院的這個程序當中 再來包括救國團 是不是附水組織 中影中廣民眾服務社等等呢 現在都還在做聽政會 我想問 很多民眾說 難道轉型正義 就是去追討黨產要錢這件事而已嗎 不過其實黨產會做的這一些工作 其實他最基本的 他是要促進 就是說透過對於不當黨產的追討跟處理 然後讓我們的政黨有一個公平競爭的基礎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的一個態度 所以黨產會絕對不是討債公司 他的一個一個基本的價值 他是要促進臺灣在過去的這個 長期的這個威權體制下面 那因為就是特定的政黨 擁有太過龐大的這樣的一個資產 這個資產是從國庫裡面流流過去的 所以現在必須透過這個黨產的處理 讓我們的政黨有公平的競爭的基礎 那當然另外一部分 對於這些所謂的附水組織 其實很重要的是要能夠幫助他走向民主轉型 所以就是說我們其實應該要瞭解 是說轉型正義做的工作 不是說這個社會上有一批人 也許有另外一批人覺得我們不喜歡他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不見是不可能的 我們做轉型正義最終的目的是 我們最後是大家要共同生活在一起 但是我們是要在民主在人權的價值上面 共同生活在一起 所以其實現在黨產會做的工作 最主要的是一方面能夠就認定附水組織的部分 然後讓該回歸國家的資產回歸國家 當然另外一部分 如果是透過他們會員繳的錢 那正當取得的部分 那這個還是他們的 並不是說他是這個附水組織 然後我們可以任意的取回他所有的資產 不是這樣子 所以很重要的是民主轉型 然後政黨公平競爭 不過休老師 每次我們在談轉型正義 其實我們談了很久 然後從民進黨的時候談到國民黨的時候談 到民進黨的時候再談 可是每次在談的時候都脫離不了政治 因為畢竟台灣在藍綠對立撕裂這個情形太嚴重 然後談到轉型正義 那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理想 或是有人叫帽子 扣下來之後呢 我們看到實踐的方式就是討黨產 拆除蔣公同向 看到的是複聯會 再跟黨產會或是民進黨 有很大很大的爭執 放到更大那個脈絡轉型正義 我們做這些動作的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剛剛花教授提到 我們要建立台灣人可以在一個自由民主人權的基礎上 台灣島上的住民 未來可以在這個土地上繼續永續的生存跟發展 那麼 避免重換的要件 在於記取歷史的教訓 為什麼過去發生這麼多人 國家公權衣對人權的侵害 請注意我特別講 國家公權衣對人權的侵害 因為這跟人民彼此互相傷害是屬於不同層次的事情 那在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要去釐清過去那個不自由不民主的體制 究竟為什麼可以做成這些這些傷害 這很重要 那至於誰做了政治的決定 我們說有最高政治決定的人必須負起政治的責任 或在歷史上來看 他變成要負起歷史的責任 那這個探究的目的 有的人已經過世了嘛 你也不可能把它辨識 這不可能的 但是 釐清這個責任的本身 就是讓大家能夠深透去理解 過去台灣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不幸 不只是228 包括白色恐怖都一樣 那記起的教訓以後 那麼釐清的責任 那大家才能可能避免 這個事情再重新的發生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追討黨產以及處理覆水組織 放到轉型正義這個脈絡下 該如何去理解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是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的覆水組織 在拒絕和內政部 黨產會簽訂行政契約後的隔一天 黨產會開會認定 婦聯會是國民黨的覆水組織 婦聯會在收到處分書後 現有財產約三百八十五億元 和不動產都立刻凍結 不過婦聯會質疑違憲 向法院申請停職處分 但遭到法院駁回 婦聯會也是繼中投新玉台公司後 當產會認定的第三個覆水組織 另外黨產會正在調查中的還有救國團 當產會去年曾兩度開聽證會 釐清救國團是否為國民黨的覆水組織 而在會前救國團就否認 並強調各項活動內規以及結餘款項都沒有國民黨介入 但在聽證會上 當產會推薦的學者認為 救國團就是國民黨黨國體制的一環 救國團自始就是國民黨黨國體制的一環 負責所謂青年運動的工作 而是黨國體制由上而下 對社會各部門進行的組織性動員 social mobilization 除了救國團之外 全台有三百多處的民眾服務社 也成為當產會鎖定的目標 當產會的調查報告指出 民眾服務社早年要配合國民黨地方運作 甚至發公文向審政府要錢補助 民眾服務社是否會成為下一個被當產會認定的覆水組織 也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不過廖老師我們今天不會再去談什麼 救國團複聯會是不是覆水組 是不是該怎麼處理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站在轉型正義的脈絡下 我們之前做的是不是對的 以後該怎麼去做對的 我們來看看 這個之前已經刪讀通過了 叫做促進轉型正義的條例 立法刪讀通過了 要處理哪些時間呢 民國三十四年到民國八十一年定義為威權統治時期 第一個要成立促進轉型正義的委員會 這是由行政院長提名 然後立法院通過來任命的 包括他的工作說 那麼多的政治檔案都要開放 包括說不當黨產要怎麼處理 他來決定 然後賦予他行政調查權 你不配合有相關的法則 再來很重要我們要花更多時間 平復司法不法 違反當初的所謂的公開審判的這些原則 莫名其妙給人家定罪判刑坐牢的 這要平復 還有呢包括中正紀念堂 包括那麼多的蔣公銅像 包括一些路名這部分呢 該怎麼去去除改名 還有呢當時的重要的這些事件發生地 要如何去保存 甚至已經消失的 要如何去重建這些歷史遺址 平復司法不法 我們等一下好好來談一下 以及開放政治檔案 促轉條例已經正式刪讀通過了 那我相信 婦聯會救國團在今年也會有一些 比較具體的進展 接下來很重要就是所謂的 平復司法不法 該怎麼做 有意義嗎 這部分 對不起我先回顧一下 我們過去這個整個 過去所做的那個歷史脈絡 為什麼我們還需要一個 促進轉型正義的條例 那我覺得我應該先回顧一下 在過去我們有228基金 那個基金會設立的這個 這個228的那個 設置條例 一個條例嘛 對不對 然後另外有我們有那個 冤獄的補償的一個條例 那從民國大概84年之後 慢慢開始去做 也就在這兩個基金會的狀況之下的話 其實我想學校說 應該是非常非常清楚 現在就是228基金會的那個董事長 這個基金會他基本上 他能夠做的 其實是相當有限的 我們必須要面對這個現實 也就是說他可能做的 其實是過去的補償 到後來的賠償 等等的情況 然後他是一個 就是算是一個 基金會的一個模式 他們那個真的能夠有公權力 去調動檔案嗎 恐怕沒有這個權力吧 那可能會有相當大的一個主力的 的一個狀況 你敢有辦法去黨史館 國民黨的黨史館 講你的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黨史館的部分 現在不是228的問題 為什麼現在那個政治檔案 會討論就是說 私人擁有的檔案 跟公家機關的檔案是不一樣的 所以剛剛講 國民黨的檔案 那當然是屬於私人的 至少不是國家 國家機關的檔案的一部分 目前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戒嚴時期的補償的條例 那個司法案件的補償的條例 他事實上他並沒有辦法去回溯 他只能夠做補償 那你可以認定他 好像是一個判決不公的一個狀態 所以說在這整個過去 這整個大概二十年的努力裡面 其實他所做的是相當有限的 那我說我覺得這個整個促進轉型 這正義條例 他是在這個基礎上 那過去從八十幾年 到一百年幾年的時候 我們其實做的是相當有限 我講句比較不客氣的話 他有點想要用金錢來填補 可是卻忽略了這整個歷史的真相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在司法案件的時候 我們剛才談的是一個比較大的架構 可是對於個人而言 特別是經過司法程序的人來說的話 他其實是這個司法個案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說那我為什麼 我的可能我的父母親 或者是我的親屬 那過去為什麼會在這個司法案件裡面 會被判處死刑 或是非常非常重的刑 或者是說有其他甚至 結果後來在監獄裡面死掉 甚至根本失蹤 完全不知道這種狀況 對個人來說的話 這個傷痛其實會非常延續 我相信有非常多的前輩 都還是在呼籲這些事情 他的親人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原因會做到這麼重的一個判決 所以說這個司法的貧富 他有他的對個案有非常重要的架實 也就是說我可能不只是 國家頒給我一個恢復名譽 這樣的狀況而已 而是我希望釐清 我整個我過去我的父母 或者是我的親屬 他過去經過什麼樣的一個 不公正的司法審判 他經歷是什麼樣的事情 能夠把這個檔案 如果全部釐清的話 那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過在實務上怎麼操作 就是讓這個所謂的促轉委員會 然後啟動司法或是行政調查權 然後再要求司法機關重新審判 是這樣操作嗎 他其實有...大概有不同的方法 大概有不同的方法 你從這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來看的話 他其實是有不同的方法 從...重新審判是包括一部分 是包括一部分 那當然如果是比較困難的 你有凌駕司法權 他其實是轉移整個重新審判的權利 其實司法權 他有包括不同的一個概念 比如說我們為什麼在司法權裡面 設了有什麼非常上訴 或再審的一個狀況 特別是再審 在法律的概念來看 是認為有發現的新事實 新證據的時候 我們還是透過司法程序 去再做過去司法審判的再審判 那現在其實也是一樣的狀況 就我們可能過去的司法審判 他帶有錯誤 那因此我們重新來那種司法的方法 來回復或者是改正過去的司法錯誤 讓個別的個人 各個個案得到司法應該有 那薛老師那就兩個問題 林卓水在幾天前他才說 當初的時候就是要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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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的話有辦法去平覆司法 不法嗎?這是一個... 第二個平覆司法不法對於被害家屬的意義 跟重要性是什麼? 我覺得這事情要回過頭了 欸...在228跟白色恐怖有一個很大的 不一樣的地方 白色恐怖的絕大多數受難者 都有經過軍法的審判跟處理 是 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 絕大多數是沒有檔案 沒有審判就發生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這所以如果就後面這一部分 因為平復司法不好 應該要先發生才能有平復的問題 你至少要有審判 這是不一樣 但是問題就在這裡 忠實在沒有形現的狀況之下 原本制定戒嚴法的 當時的立法諸公們 就在戒嚴法中明白規定 解除戒嚴之後 受到精華審判定念的這些人 可以上訴 這上訴是政治用語 應該不是現在的法律用語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從戒嚴體制來看 從戒嚴到解嚴 本來就應該有內建的 有限度的轉型正義的意思 就從後戒嚴時期去檢視 戒嚴時期的軍法審判 是否有侵犯人權 這些問題 那這問題之所以沒有解決 是因為當時蔣經國在下令解嚴的時候 要求先制定國安法 用國安法來凍結的戒嚴法 剛剛那個規定 假如當時沒有凍結 那當事人或是訴訟代理 就可以到法院去上訴 這個調卷 所以相關的資料 是不是當時就會做 整體的處理 所以這樣來講 要求重新回到司法的這部分的平反來講 是一個遲來的爭議 就戒嚴的也是一個遲來的爭議 我能不能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們非常長時間的司法判決 我們回想一下當時怎麼去認定什麼叫叛亂 剛才信聰你舉了一個例子 說有些人我本來就是要叛亂的 因此你判我叛亂 這沒有什麼問題 問題是這樣的人有多少人 可請不要忘記當時美麗島事件是用什麼樣的罪名來做審判 那有更多少更多少人 那還是美麗島事件 他可能還有某一些行動 可是有非常多人被判斷罪的審判 比如說那個動員判斷時期 那個臨時條款裡面還有那整個 所謂我們當時所生的二條一 懲治盜匪條例或懲治判斷條例 這裡面所做的那個非常嚴重的 所對那個判斷的定義 其實是非常非常廣的 你可能只是單純的言論 也有可能 只是非常非常輕微的行為 也可能會被認為是叛亂 那對我們來說 這個轉型正義是在這些案子裡面 其實並不是很多人要做革命分子 是 並沒有 可是很多人是卻被用叛亂罪來做審判 只是莫名其妙 我的好朋友躲到我家裡面來 然後我就變成叛亂犯了 可能我只是一個讀書會 當時你跟他合照一下 真的不要隨便跟人家拍照片 不過華老師我們剛談到從今年去年 在處理黨產覆水組織 接下來除了您剛一開始很在意的教育這一塊 平復司法不法 會是轉型正義 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二零一八年之後 是 可是當然就是說 其實如果從德國的經驗來看 就是說尤其是他們是在這個一九九零年以後 東德共產黨的這個威權統治的 這一個處理上面 他們其實是給了這個被害人一些 一些自己決定的自由 就是說我作為一個被害人 我可以決定我要不要對於過去傷害我的 加害人提起告訴 好 因為其實有一些人 他例如說他去聊 他要去看這個答案 他其實只是想要知道說 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要知道說 也許是 就是說是誰害了我 可是他並沒有想要進一步 有司法的行動 所以就是說 德國在一九九零年處理東德的 這個部分 他們其實是就是 就是一個自由的選擇 你如果覺得是說 你還是想要上訴 那當然法院還是會接受 可是並不一定要用 這個司法的方式來解決 是 我們剛剛至少談到說 在二零一八年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事情沒做 至少教育的部分 我們太多沒做 至少在認清是非對錯 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認識 至少在司法平復上 我們還有很多很遙遠的工作 可是特別要請教薛老師一點 這十年來 其實我們一直在談一句話 就是說 你要我原諒可以 可是到底誰是加害者 我都不曉得 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 這句話 這句話還適用在二零一八年的 臺灣嗎 我們去年也談到 這一個是陳儀 這個叫做引東亥清澱 發給蔣介石 換句話說蔣介石那時候完全知情 然後蔣介石直接派兵 這個我們就不再多談 引東亥清澱 蔣介石他其實要求蔣介石派兵 嚴重啊 你如果沒來 事情沒收拾 看來就是說蔣介石呢 也發了一個文呢 說陳長官就陳儀 我已經派了步兵一團 還派了憲兵一營 我憲他本月七號呢 游戶上海 游戶上海嘛 然後呢 要抵達 然後呢 這個是中正嘛 他親自簽名 換句話說呢其實種種的事證呢 都顯示出來說蔣介石呢 前前後後 完全知情 之後在鎮壓屠殺之後呢 那些所謂的鎮壓有功的人 這是其實很多人就說 那個是亂殺人呢 蔣介石沒有把他處罰 反而一個一個升官發財 蔣介石在228事件的責任歸屬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嗎 或者是有些人認為說 有功也有過 有過也有功 不要再去揭倉吧 面對228這一段悲慘的歷史呢 很多人都會談說 有不同的觀點 該如何去理解 我們來看看 臺灣社會又該如何去面對 不同的爭議 面對鏡頭謹慎回應 但台北市長柯文哲 每次針對228事件的表態總掀起輿論一陣波瀾 受難者遺族感嘆 事情過去了 不代表傷痛已經被撫平 親人受到國家暴力的碾壓 至今卻連他們死在何方 為何而死都不知道 只有徹查政治檔案 還給所有被害者清白 並且追溯加害者的責任 才能彰顯歷史真相 政治檔案要全面公開 我們家屬才能夠真正了解說 我的父親是怎麼死的 我才願意說 我願意和解 然而不同省籍族群和意識形態的人 所認知的真相 可能有著很大的不同 再加上228事件爆發到現在 已經超過70年 有些人不解的是 歷經歷任總統道歉 越來越多受難者 獲得平反和賠償 轉型正義的終點究竟在哪裡 面對眾人的疑慮 總統蔡英文去年 在中樞紀念儀式中 做了明確的表示 對於這些說法 我必須說 沒有真相 該過去的永遠不會過去 對於未進的歷史工業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薛化元認為 轉型正義要處理的是 省思過去是否有個人或團體 濫用公權力 對人民造成人權的傷害 目的在於釐清真相 探究責任 不要讓同樣的事情再度發生 謝老師轉型正義有句點嗎 該在什麼時候畫下去 我想這要分作 兩個不同的 這個程度來說明 初步的處理 就是說 基本大的真相的釐清 大的責任的探究 那當然應該是在 整個轉型正義的報告 出來得到社會的 普遍的理解 然後官方對這個有一個 一定的認證之後 那可以說是第一階段的問題 第二個是 真相的探究這種事情 誰這樣可以持續的 你看納粹 到今年多少年了 還沒有啊 還不斷在發生新的市政 所以我覺得這是兩件事情 當然 那只是說 如果以228事件來講 我剛剛就來 大家常說 228事件這個族群的操弄等等 我覺得應該大家思考一下 究竟 228事件如果有所謂的外省人跟台灣的問題 假如是這樣 這個跟現在台灣內部想像所謂外省族群跟台灣族群的問題是一樣的嗎 所以剛剛我覺得也很清楚 講到這個轉型正義的強調 是國家公權力 對人權的侵害的這一塊 是 這個角度的切入 就不會有把它變成狹隘成所謂族群的衝突 這樣的一個一個一個層次 所以228基金會以我們來講 我們賠償的人有外省級的 國民黨鎮壓說你確定就分審級來鎮壓嗎 應該不是這樣子吧 那如果到白色恐怖就更清楚了 是 那外省級受難者真的人口比例來講 那偏高了 那請問這樣的釐清 跟族群 有必然的關係嗎 沒有 所以應該釐清過還是 回到轉型正義原本的定義 我們這是要追究公權力 以及借著公權力相關的團體或不當的去侵害 人權這樣的一個事情 應該這是重點吧 廖老師轉型正義在二零一八年 該畫下什麼樣的標點符號 我覺得你說的標點符號 我認為最多是鬥點 他不會是句點 因為我也呼應一下 薛教授剛才所說的就是說 因為轉型正義 他真的不是一個族群彼此的一個鬥爭嘛 因為各位回想回想看 一九四七年 如果說我們從一九四五年 這個整個政權轉換以後 所謂當時台灣的本省人 當時到一九四七年 這也只不過不到兩年的時間 當時也會有多少所謂的本省外省人的問題 這個其實並不是這麼嚴重的一個問題 那剛才就是說不論是在二二八 或者是在過去的後來的威權的統治 他其實都是國家機器跟人民的問題 這個是國家機器透過他的威權統治的方式去壓迫人民 而這個人民 你可能是所謂的本省人 所謂的外省人 所謂的客家人 原住民 全部都會受害 是 這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說我們所謂的畫下句點是說 我們慢慢的開始去面對他 可是我們剛才也提到 有非常多的事情都還沒有做 即使我們把剛才所提到的事情都做完以後 其實我要再呼應花教授所說的 後面還有更多的人權教育的問題 讓我們持續的去理解這些事情 同時讓我們教育我們的後代 我們要真的去面對這個過去 我們所發生過一個悲慘的歷史 那所說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未來 是 能夠透過這些反省以後 我們能夠真的非常非常珍惜 我們的民主跟人權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能夠長久永續的 能夠在我們這個社會 真的能夠實踐 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重點 不過黃老師 剛剛廖老師跟薛老師所談的 其實那也是許許多多的研究228的學者 一直在告訴我們說 韓228不是要去談什麼族群的對立 而是一個國家機器 透過國家暴力去對人民的這種屠殺的行為 可是到2018年恐怕我們還是很難去釐清 或者是把它分辨的清楚 國家族群個人這中間的分級 因此每次我們在談說 蔣介石在這中間的角色的時候 很容易說蔣介石是不是所代表的另外一個族群 如果你去檢討蔣介石 你就去傷害到另外一個族群的感情 恐怕真的不能這樣談 可是很多人會把它混在一起 我們再來看看 每一次談到蔣介石責任歸屬的時候呢 要嘛就是我剛剛談的 沒有辦法把國家跟族群劃開來 要嘛人家的一些學者 另外的學者說沒有啊 你證據不足啊 你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怎麼樣看 現在去釐清蔣介石的責任歸屬 進食所的副研究員陳醫生老師 他說當時呢監察院都認為 那時候的官警要負大半的責任 中華民國的監察院 監察室都認為說你要負很多責任 結果蔣介石沒有處罰這些人 反而讓他升官禁絕 譬如說陳怡蓬蓬器 因此蔣介石要為228事件 負最大責任 2006年國使館所出的那一本 書228基金會所出的那本書 其實就這樣談 不過好像沒有辦法 在臺灣定調 因此我們一直在談這件事情 228責任歸屬 就是我剛剛談的這一本書呢 蔣介石指派21師的師長 赴臺鎮壓 這要負最大的責任 而陳怡蓬蓬器要負次要的責任 但中研院的研究員朱鴻元朱老師 他說呢 當時在國共內戰 蔣介石哪有心思哪有時間 來當元凶 而且陳怡要求蔣介石派21師來臺 那軍隊到臺灣都已經是3月10號了 不管歷史史實的爭議也好 或者是我覺得剛剛很重要的 國家族群個人 在臺灣現在似乎還是分不清楚 我想這裡面當然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說當這個東西他會被看成是分不清的時候 因為那個爭論的焦點是這個國家 不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概念 就是說那一個國家他應該是 我們從現代的角度來講 他是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則 他是保障人權的 可是如果國家是從過去封建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是屬於某個人或特定的群體所掌握的政權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當然就會有一些人會很努力的 要來捍衛這一個既得權利的人 所以我想就是說 就剛剛主持人特別去提到的 就是說過去一直以來 大家在討論二二八 會一直在討論說 所謂的元凶的問題 我想做一個建議就是說 其實我們應該不是只是把焦點討論在說 蔣介石的個人 當然蔣介石是很重要的一個需要負責任的人 但是他需要負責任 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應該是 因為在他的手上打造了獨裁政權 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要從獨裁政權的角度來看 他的歷史責任 而不是用一個比較好像中國傳統歷史的那一種 一個元凶 一個好像一個單一的人 要去為這整件事情負責 因為是一個獨裁政權 創造了一個威權的加害體制 如果我們能夠從這個角度 重新的來看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可以避免掉過去的一些一些爭論 我們可以比較是回到一個現代國家 對於轉型正義他會去在乎的體制 威權的體制是怎麼被打造起來的這個問題來看 是 基本上沒有錯啦 國家體制應該要負擔最大的責任 但是主要是國家體制的決策責 變成裡面最大責任的人 有最大權力能負最大責任 這個二二八的元凶 這兩個字我覺得大家都始終誤會 那個凶下面是沒有兩撇的 這元凶則是要負最大責任的人 不是凶手的凶 請大家注意 不是他拿刀殺人的 請注意 請注意 整個屠殺是他所直接造成的 不是 他負擔最大的責任 這個整個決策的過程 派兵來他負責任 發生這個事情 他說誰如果隨便報復 他要嚴懲不待 結果事後不是這些人升官 他負政治責任 後續的二二八的綏靖清香 是 造成的傷亡 他負最大的責任 是因為這樣來的 所以講二二八的這個受難 請大家記得 不是二二八當天 大規模的受難 除了像高雄這個三月六號之外 絕大多數的受難的時間 是在三月八號援軍開始來台以後 才發生的 大規模的菁英的死亡 注意那個時間 有很多甚至在白崇溪 來宣揮以後 才被槍殺而死 所以這個狀況應該做一個釐清 也就是說 假如當時是兩軍對壘 你可能打死 有人被打死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你要開光州事件 這也是給探究責任的 可是臺灣不是這樣 大部分的地方是秩序 完全被控制的 那這個時候造成的這個傷亡 是不是要重新再特別的處理 是相對的責任的問題 不過落實到具體的那個做法 恐怕大家看到的還是這些 所謂的去威權的進度 那它的意義是什麼 在所謂的轉型正義的脈絡 又該如何理解 包括說這兩三年來 蔣介石的同向 陸陸續續的被撤出 那沒被撤出的可能都會遭到破壞 然後包括說證明的這一部分 譬如說美農的中正湖 改名說美農湖就好 那一定要中正 很多介受堂 中正廳 這個可能都應該要去做更動 譬如說中興大學 蔣公同向也拆掉了 換成前校長的同向 那中華民國國徽也蓋成 所謂的中興的校訓 然後中正紀念堂呢 目前處理的進度是說 相關蔣介石的商品下降 不要再賣了 然後呢 開館閉館停止播放蔣公紀念歌 內政部也廢止了所謂的 肅建總統蔣公同向的注意事項 政大呢 那很有名的蔣公同向呢 也決議要簽出 落實大家看到這個 可是那個脈絡跟意義 該怎麼理解 廖老師 我想這個大概就是表真的啦 也就是說因為它非常的明顯 我們容易看得到 大概一個象徵的 那我想它在其他國家也是在發生的嘛 比如說 蘇聯當時解體後 東歐的民主化的過程裡面 大家其實從那個媒體看到的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象徵行動 就是把同向拉掉嘛 因為它是象徵意義的 為什麼需要把同向拉掉 因為這就是威權統治所塑造出來的 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嘛 包括現在北韓你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金氏王朝幾個人的那個同向 這個概念嘛 因此它是個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 把這個威權統治的象徵拿掉 那不過我覺得它只是在這個象徵意義 把它去除掉而已 它更實質的意義 還是在說我們所稱的啦 我們怎麼去因為這些象徵的手法 重新去評價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像比如說剛才我們說的那個228 結果我也讚同剛才花教授 跟學教授所說的 那個威權統治系統 我們要說蔣介石的責任 比如不是說蔣介石 比如我們剛才所談到那個司法案件 蔣介石不可能每個案子 如果我都拿來自己判嘛 當然不可能 可是他怎麼去塑造那個威權統治的一個結構 他不只是 政 黨 軍 特 我們看他的那個司法案件是包括司法 是透過這個方式去控制到每一個案件 這才是一個恐怖威權統治的體系 這是我們要回溯去理解 然後整個去打破的一個概念 謝謝老師